伊朗德黑蘭空軍司令部遇襲 以軍逮到8名參與大屠殺的哈馬斯成員 網傳中共前副總理劉鶴被抓 甘肅地震 蔡英文簡體字慰問 朝韓邊界板門店 聯合國軍事人員恢復武裝 全球最強護照排名出爐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环球看點 今天是12月19號星期二 很多人願意聽故事 願意聽別人講述四兩波千斤的傳奇經歷 那麼如果我們有機會參與這個故事 成為這些傳奇經歷中的一員 會不會更有意義呢 所以來了解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傳奇故事 希望之聲對華廣播 中共統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 為了不讓謊言穿幫就需要控制言論 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夠改變中國最重要的東西 希望之聲自主研發獨創了圍繞中國周邊的 由120個短播電台組成的巨大的廣播網 這是唯一一家結合了數字科技和傳統廣播 用低廣播的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播頻率進行7天24小時廣播的民間的電台網 我們的廣播信號擊破了中共的信號干擾 覆蓋了中國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們的廣播規模幾乎超過了所有國家級的電台 我們的義工在難以想像的艱苦的條件下 建立了這個巨大規模的短播廣播網 就是為了給中國送入持續的不間斷的真實的資訊 希望之聲的對華廣播完全是由民間的資源來完成 我們迫切需要資金來維持這個承載著無數人希望的短播廣播網 您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給全中國5分鐘的真相 聚沙成塔 種植成城 撕開空中的鐵幕 啟發中國的明智 投資給中國人民真相 就是投資中國的未來 如果您也覺得在重重的壓力之下 向中國大陸傳遞真相 就像是過五關斬六將 層層打怪升級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 很酷的事情 那麼就請加入支持希望之聲的行列 您也可以成為很酷的參與者 在這個駐救人類歷史的時代 讓我們每個人都成為這個歷史的參與者 駐救者 不只是被歷史吹散的遺憾 好的 來看今天新聞節目的詳細內容 好的 來看今天新聞節目的詳細內容 在伊朗的支持之下 野門胡塞武裝持續的攻擊 來往於鴻海的船隻 美國五角大樓宣布新的國際任務 組建十國聯軍反擊野門胡塞武裝對鴻海商船的襲擊 12月18日 伊朗位於德黑蘭的空天軍司令部遭到了轟炸 有分析稱 這一部門負責向伊朗支持的該地區地方武裝組織 提供無人機及導彈 此次襲擊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朗對胡塞武裝真主黨等組織 提供無人機導彈的能力 據外媒縣級地方新聞報導 伊朗在德黑蘭的空天軍司令部18日發生了大規模爆炸 有關該設施目前的狀況 以及爆炸原因的細節目前還沒有公開 有目擊者表示 該地區一生巨響之後冒出大量的濃煙 鉴於該設施的特殊性 外界猜測 爆炸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 有報導認為 該處設施是遭到了軍事襲擊 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對胡塞武裝真主黨等組織 提供無人機導彈的能力 該報導指出 美國對伊朗進行精準且不留痕跡打擊的能力 有網友評論 伊朗德黑蘭空天軍司令部被炸 早該動手了 中東這些小流氓背後就是伊朗 對伊朗要像當年老川斬首蘇蘭曼尼一樣 讓領導先走 欠賊先親王 不除掉賊王 中東沒有和平 據消息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胡塞武裝襲擊或者扣押的船隻至少有16艘 以18日為例 當天下午 胡塞武裝就襲擊了兩艘船隻 胡塞武裝對鴻海商業運輸的攻擊與威脅不斷升高 使許多航運公司決定暫停或者改其他路線取代 全球石油巨擘 英國石油公司也在18日決定暫停該航線的運作 根據估算 此事將導致國際貿易產業運輸或保險成本上升近三成 歐亞之間的貨運也將延遲約15天之久 紅海航線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與液化天然氣運輸途徑之一 同時也是重要的消費產品交通路線 目前的影響還難以互算 但是如果紅海航線暫停時間超過一或兩個星期 油價就會有進一步的攀升的可能性 美國國防部長羅艾德·奧斯汀表示 以法國 英國和意大利為代表的9個國家 已經同意加入美國繁榮衛視護航編隊 此舉為的就是靠多國力量來壓制胡塞武裝 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生活的張廷教授說 加沙就那樣了 哈馬斯將死無造真之地 早幾天晚幾天而已 現在的看點是紅海 這是一場保衛與破壞全球運輸大動脈的戰爭 胡塞武裝不滅 短期內物價飛漲 長遠看 遠東供應鏈將加速轉移到蘇伊士運河以西去 另外 在加沙戰場上 以色列國防軍第401裝甲率18日 突襲北加沙瑞瑪爾抓獲躲在一所學校裡的 8名哈馬斯武裝分子 包括一名參與10月7日大屠殺的武裝分子 這些直接在以色列濫殺無辜 並且抓走人質的哈馬斯 很可能會被以色列處以死刑 當前 海外論壇及社交媒體在流傳 中共前副總理劉鶴被抓的消息 網上消息說 剛剛確切消息 劉鶴今天被抓 內部快訓 上午10點 對於這一消息的真假性 不少資深的視頻人士做了分析 據公開資料 劉鶴是河北人 生於北京 曾任中國共產黨第18屆19屆中央委員 第19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 排名第四位 中共國家科技領導小組副組長等 還曾任經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 還擁有教授之稱 劉鶴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的中學同學 和重要的財經智囊 被視為習近平派系的重要成員 實名人士吳祚來在社交媒體發表觀點說 劉鶴如果被抓 原因或者會是涉及經濟政變 妄議習老大 又或者是因為家人設巨額的金融活動牽連 網上也紛紛地議論說 劉鶴之前一直負責中美經濟對話 如果目前糟糕的經濟需要有人背鍋的話 劉鶴太合適了 但是有不少人認為這個信息可信度不高 因為有照片顯示 劉鶴才給突然死亡的中共人臉識別科技推手 湯小鵬送了花圈 也有人說這是可真可假 當初秦剛也是說他剛升官不可能被抓 更是有人說不能用平常人的方式去判斷獨裁者的思維 而另一個海外獨立時評人士蔡勝坤 在X平台上發文分析 黑箱政治主導的中共官場是滋生謠言的溫床 許多時候謠言傳來傳去就傳成了事實 他認為以劉鶴的身份和地位 劉鶴在中共黨魁習近平時代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 還是習近平最信任的經濟智囊 如果劉鶴被抓意味著習近平與身邊的親信公開翻臉 甚至發生了嚴重的內訌 但是據他了解這個傳聞不太真實和嚴謹 但是劉鶴的經濟主張被習近平點名批評是真實的 對於71歲的劉鶴來說 即使經濟決策有問題也不會被抓 因為劉鶴被抓必然導致眾叛親離 習近平信任的人馬會分崩離析 這些副國籍以上的領導人抓不抓並不重要 他們離開政壇現在幾乎都被軟禁在家 美國常識學者資深記者方偉發文感嘆 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就是順波衝向懸崖的速度了 12月18日夜間 中國甘肅省里面下州基石山縣發生6.2級急潛層地震 青海西安等地震感強烈 已經造成至少113人死亡 536人受傷 房屋損毀155393間 且目前仍然在持續攀升之中 緊接著新疆阿杜史市在今早9點46分也發生了規模5.5級地震 地震深度僅10公里屬於極潛層地震 單速地震發生之後至少發生數百次余震 當地村民只能在自家屋外烤火取暖直到天亮 新立者表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地震 截至19日早上6點已經記錄到余震275次 青海西安等地的震感強烈 有視頻顯示地震時成都西安等地的 在學校的住宿學生嚇得尖叫 很多學生來不及穿上衣服 穿著短褲光著腳跑下樓逃生 整棟樓都在搖晃 因為地震是在深夜發生 許多市民在睡床上被砸傷砸死 有民眾抱著受傷的親人 放入小機車內送往醫院救治 對此次地震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推特發文 慰問甘肅地震的受災者 許多中國網友紛紛翻牆表達感謝 蔡英文19日早上11點左右 在推特發文特地以簡體字寫道 中國甘肅省發生強震 帶來人員傷亡與災損 我要向不幸遇難的人員與家屬指上哀悼 我們也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 期盼各項搶救及災後復原工作順利進行 當地能夠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有翻牆的中國網友發現慰問帖之後 隨即搬運回牆內的微博掀起了熱烈的討論 不少被中共洗腦的小粉紅仍然抱有濃厚的敵意 但是在推特上大量的華人網友留言 謝謝小英總統 事實上蔡英文總統以簡體字發文慰問 已經不是第一次 今年8月份的中國水患 蔡英文便以簡體字 關心洪災成為另類討論話題 為了因應長顯軍方在板門店 攜帶手槍站崗的舉動 聯合國司令部12月19日宣布 駐紮在韓國板門店執行的國際軍隊 開始恢復武裝狀態 以保障民眾和軍人的安全 聯合國軍司令部發言人艾薩克泰勒表示 聯軍採取這項行動是出於謹慎 同時司令部也向韓國和朝鮮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即雙方軍人在共同警備區解除武裝 將讓朝鮮半島更安全更和平 泰勒表示共同警備區仍然是雙方進行對話 落實停戰協議的場所 在朝鮮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之後 韓國暫停了2018年簽署的 兩韓軍事協議的部分條款 包括恢復靠近邊界地區的飛行區 允許軍隊在邊界進行偵察和監視活動 作為回應 朝鮮方面立即廢除了協議 修復之前拆除的11個前線哨戰 並且部署了兵力和重武器 有報導指出 朝鮮軍隊自11月份以來一直攜帶槍支 板門店一直是一個受歡迎的旅遊勝地 正式名稱為共同警備區 是一組建築群曾經舉行過兩韓會談 在這個區域 兩韓軍隊幾乎是面對面站崗 參觀共同警備區 一直是多國旅客 以窥朝鮮社會的熱門活動 然而一名美國士兵在7月份越境之後 這些旅行訪問被迫暫停 韓國政府原計劃在上個月 重新開放一些旅遊團到訪 但是由於局勢的惡化 導致這些旅遊再次被暫停 2024年即將到來 國外知名的護照排名系統 簽證指南世界護照搜索 日前公布最新各國護照 截至今年12月份的數據 列出全球最強大的護照排名 西班牙仍登冠軍寶座 新加坡 德國 義大利和法國護照等 分別緊隨其後 位列前五名 臺灣則排名第70 狠甩中共護照 綜合報導 這一系統的官網指出 他們根據各種因素 對全球199個國家和地區的護照 進行詳細評估和排名 以確定其實例 同時 網站還提到 護照指數參考數據 有免簽證及可訪問的國家數量 以及其他好處 像是電子旅行授權 抵達機場時簽發的簽證 電子簽證 免護照旅行等 根據排名的報告顯示 持有西班牙護照的旅客 可以免護照進入43個國家 還有到106個國家無需簽證 這使得西班牙護照 以綜合評分90.36分 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護照 緊隨其後的前10名護照 則分別是新加坡 德國 義大利 法國 荷蘭 芬蘭 瑞典 挪威和丹麥 臺灣護照以69.46分排名第70 可免簽前往109個國家和地區 且入境任何歐盟國家 可90天不需要簽證 而中共的護照排名第117位 可免簽前往47個國家和地區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謝謝您的收看 也請您要記得點贊 訂閱希望之聲TV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請您的請您的請按照片 謝謝您的請評論